大家好 今天是2月2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山張賀錦今天召開記者會宣布這個消息 並指卑斯保險公司ICBC在去年4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 因為省民減少出門 汽車捧撞的索償和索償金額都有所減少 從而改善了公司的盈規狀況 所以省府希望將這筆儲備回饋省民 他指出凡是在上述6個月期間 持有有效汽車保險的車主 都可以將在3月中開始 陸續收到平均190元的退款支票 省公安及法務廳長范和庫補充 雖然這項回購計劃比國內其他省份更加遲推出 但是今次總值6億元的退款 將會是全國至今最大規模的疫情退款計劃 而有些省府甚至沒有計劃提供類似的退款 他又指省府延遲這項退款計劃的推出 是希望確保ICBC可以在穩定財務的情況下回饋客戶 特別是該公司正準備推出 全新的增益醫護保險車保計劃 令省民可以在本年5月份開始 平均至省20%的車保費用 我是李智蓮博士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的智能做好天氣繼續有超級優惠 明天有問題嗎? 來找我談談吧 出能聽力中心 助你聽得更好 聽得更清 大溫地產局今天發布1月份大溫住宅市房報告 1月份一共有超過2,300間房屋成交 按年上漲於5成 也高出10年來1月份平均水平36個百分點 相比起去年12月大溫1月份各個房屋的新掛牌數量增加了近9成 分析人士指出 過去半年的疫期 大家對於住屋需求產生了變化 再加上處於歷史低位的利率 市場需求旺盛 供應水平沒有辦法跟上 另外 很多人在幾年前成功置業 現在看到房屋升了值 很想進一步住房升級 這樣都拉動了扣房者之間的競價 導致房價上漲 大溫地區獨立屋的最新基準價是157.600萬 按年上漲超過一成 是各個類型的房屋裡最多的 列治民上個月整體住宅基準價是96.27萬 按年上漲5.5% 其中獨立屋的基準價是158.88萬 備試今天新增429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 令本省總數升至68,366宗 本省仍然有4542宗活躍個案 住院人數有294人 82人需要接受深切治療 今天有8名病人死於疫情 令到死亡人數上升至1,218人 有7,080人正在接受衛生官的監察 蘇里長期護理院Care-Life Fitwood宣布爆疫 菲斯省首席衛生官亨利提到 至今已經有14.452人接種疫苗 其中有507劑是第二劑 亨利提到 見到疫情曲線出現令人鼓舞的趨勢 民眾所做的努力 再加上對長期護理院居民 和工作人員的疫苗接種 都將會有所作為 她提醒我們所有人都要繼續努力 放慢疫情在本省蔓延 明報牛年新春雙特刊2月3日出版 日書兩冊內容豐富 包括牛年12生肖運程 提升2021年運勢 還有教你做好兒童年菜 吉祥又如意 當日買明報還送你健康生活周刊 記得星期三買明報啦 溫哥華市警今天公布一宗性侵案 一名溫氏男子被指在市中心東端 侵犯了一名和他認識的女子 警方就此呼籲知情者提供線索 市警發言人Tania Vicentine指出 49歲的溫哥華居民Victor Austin 在1月19日被控一項性侵犯罪 而今次的罪行是針對一名 居於溫氏中心東端的脆弱婦女 疑犯目前已經被有條件釋放 條件包括不可以跟任何 直系親屬以外的女性 獨自在任何住所逗留 以及不可以向任何女性提供酒精飲品 藥物或者任何令人意識含糊的物質 警方初步相信有認識疑犯的民眾 還有可以提供有用的線索 所以呼籲這些民眾致電604-717-0601聯絡市警 加拿大各地的土撥鼠 一致預測今年的春季會提早降臨 民間傳說說 土撥鼠在2月2日的土撥鼠日 在他們的土撥鼠窩裡出來的時候 見到自己的影子 意味著冬天還有6個星期才會結束 現在正值新冠疫情期間 土撥鼠通過視頻發布了今年的預測 私省野生公園的山姆 是第一隻造出預測的土撥鼠 它預測今年會迎來早春 而安省小鎮 華爾頓的土撥鼠威利也有相同的預測 不過美國最著名的土撥鼠菲爾 就與加拿大的土撥鼠相反 它見到自己的影子之後又退回動月 這樣意味著還有6個星期的寒冷天氣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準時收睇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明豹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再見 總結束2,400萬劑 工業部長雙彭飛今天被問到 生產線何時可以投入服務 他承認疫苗要先得到加拿大衛生部批准使用 之後就會建廠 預計年底就可以生產 聯邦政府為這個計劃投入了1億3千萬元 採購部長阿南德說 加拿大本州會收到疫苗供應 總數達到33萬劑 之後那兩星期疫苗的供應量會大幅增加 3月底前收400萬劑輝瑞 200萬劑莫德納的計劃沒有變 聯邦政府現在總共是收到110萬劑疫苗 他又說本週還會收到100萬劑 專門用來打多一劑輝瑞疫苗的低死角針筒 下週還會再收多100萬劑 除了滿地可之外 杜魯多還說 沙省和溫哥華都會有生產疫苗的設施 沙省大學年產力是4千萬劑 溫哥華 Perception Nanosystem 年生產力可以達到2億4千萬劑 現在正在等疫苗生產商和他們達成協議才可以投入生產 加拿大愛蒙頓一對夫婦在17年前去中國參與人道救援 在機緣巧合之下收養了一個患有血有病的棄嬰 並將她帶回來加拿大定居 這個病令她要定期輸血 想要根治這個病換骨水是唯一方法 但要在中國13億人口中找到養女的親人簡直是大海撈針 夫婦兩人仍然願意一事 最終竟然找到養女的親人永遠以捐出骨水 手上安排在今年稍後時間張漢 這對加拿大夫婦在2004年去到中國參與人道救援的時候 有朋友通知他們 有一個女嬰在貴州一間孤兒院裡驗驗一息 叫夫婦兩人將她帶回家照顧 希望她可以安然離去 當時女嬰十三個月大 但不夠8磅重 兩人帶女嬰去到醫院趁勢 發現她患有血有病 即時為她輸血 女嬰亦幸運回家照顧病 但就要定期輸血 到了2009年 夫婦決定收養當時已三歲的女嬰 帶她回到加拿大 希望找到醫好她的方法 但想要根治養女的這個病 就要從她的親人入面移植骨水 到了2017年 她們終於下定決心寫了一封公開信 在溫哥華一間電視台的華裔新聞主播 和北京一個朋友幫忙之下 將公開信在微博和其他中文社交媒體傳開 就這樣公開信就被廣傳 在幾個月後 兩夫婦竟然收到好消息 養女的新婦 在Facebook上看到這封公開信 並透過溫哥華的華人新聞主播聯絡到她們 在2019年 她們帶著養女 回到中國探她的親生父母 並確認她們其中一名親姐妹 可以提供合適的骨水 養女原定在去年5月接受骨水移植 但因為遇到疫情而要押後 手術最終安排在今年少海時間出行 至今她已經接受了285次輸血 溫哥華明天2月3日星期三的天氣預告 預測早上局部地區有薄霧 稍後會逐漸消散 溫度最高有5度 晚上有雲 溫度最低只有4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在今屆由民主派主導的區議會 第一次有區議員被取消議員資格 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 當選的民主黨觀塘翔平區現任區議員洪俊軒 被指在競選全打抹黑對手鄭強豐 鄭強豐早前入品高等法院提出選舉懲請 高院在今日扳下判辭 裁定鄭強豐勝訴 洪俊軒非妥為當選 意味洪俊軒被取消議員資格 懲請人是公屋聯會的鄭強豐 兩名答辯人 依設為今屆區議會的選舉當選人 民主黨的洪俊軒 和翠平選區的選舉主任謝寧俊 鄭強豐是觀塘翠平區的前任區議員 在今屆區選中以3,822票落敗 不敵4,203票當選的民主黨洪俊軒 洪俊軒說對裁定感到很失望 正同律師團隊商討判決書的法律觀點 再考慮是否上訴 他又說他的辦事處會暫時繼續開放 香港一個網台主持傑斯 去年因為涉嫌洗黑錢 和資助他人分裂國家被捕 警方在今天公布在上星期五再拉多3個人 都是涉嫌干犯同樣的罪名 警方說警務處的國家安全署 在上星期五 而金錢或其他財物 資助他人分裂國家 以及處理已知 或相信為代表從可供數罪行低低的財產 即俗稱洗黑錢 拘捕了兩男一女 年齡介乎28至58歲 被捕者已經獲了保釋後查 需要在5月上旬向警方報道 傑斯在上年月 在個人頻道宣布發起 先過爸爸台灣俗學中籌計劃 說部分香港青年 因為反修例運動 夜上官非而去到台灣 希望透過計劃 主要幫助俗學的年輕人 好 麻煩 麻煩 麻煩你拍照 你們看什麼事 其實整件事是很低B的 很低B的 我就在景色上走回去化妝間 準備下一場的時候 因為沿路地面比較凹凸不平 而且環境比較黑 我就不太看到路 可能一腳踏進去淡邊 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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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淡 一坐下就開始越來越痛 然後AA就拿些冰給我敷 之後都見世識不對 就去了醫院 就照X光 醫生就說原來有骨裂 然後沒有 醫生就說都沒有什麼可以做 就讓他儘量少點動到他 多點休息 是否要停工拍不到 都不是 劇組都很好 特地都調了schedule 就讓我先拍些文氣 不用怎麼動的氣氛 我只是上半身做戲都可以的 下半身通常都是 做其他事情 少用少用 少用少用 是嗎 下半身是少用的 你怎麼知道 是啊 我不知道 我們又不是說這麼深入的主題 我真的不太清楚 你平時不做運動的嗎 例如跑步 打立球 我經常做的 是呀 是呀 好腰好神好男人 打你呀 他 還是踩多你一腳呀 你說平時還是什麼 鏡頭前後 鏡頭前後 說不說可以的 你喜歡 我喜歡 你知道你經常襲他 對 我沒有襲他 我很愛惜他 他昨天出了事 接著他 因為我也還可以繼續說 劉淩珊 在那裡全程 一直傳訊息 你看到醫生嗎 醫生說什麼 他說什麼 你什麼時候康復了 對 對 然後問了他幾個小時 問幾個小時 你不用做事嗎 他收了工 我一切開機 就按 我沒有問題 然後我拍一拍 到我真的收了工 我就不斷追問他 然後追問到胡哥說 其實你真的有點煩 你腳有靜 耳膜有錢 他有些誤會 你這麼關心他 他說不是誤會 他是問你 你問夠沒有 很難一些 那些人會把你和Tree 你和阿成 對比 其實我們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 去比較太多 因為我覺得我們 自己想做到一個 新的版本 自己可能 一個自己的演繹 那 我們都 壓力一定會有 或者知道大家 會有他們的意見 或者有他們的聲音 但是我們都 盡量想 對 去做到我們自己的版本出來 我希望觀眾都會 見到的 就是不會說 好像我們專門去 模仿回 是的 他們本身的那個做法 都會加了自己 新的一些角色下去 那你們有沒有看回 特地看回那個 因為特地不看 其實我有看的 不過看完之後 就是會 可能 其實真的不是參考 我想看回 可能20年前的故事 和現在可能真的會有些不同 所以 會找到一個對比 可以加回多些自己的東西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大家收看 再會